大家好,我是开水 从违反刑居到今天已经8天了 这一段时间发生了各种事 让人眼花 那违反目前是个什么情况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我国的法律 我国的刑法诉讼法规定 刑法拘留的期限一般为3天 特殊情况出外 但刑事拘留最长不能超过7天 在这7天里 如果违反有罪 应当在7天内 向人民检察院提请审查 批准逮捕 检察院在街道逮捕申请后 在7天内 做出是否逮捕的决定 如果检察院在这7天内 不批准逮捕 公安警官应当立即释放无違反 如果做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 将对案件进行进一步的侦查 也就是说 从拘留到逮捕 一般不会超过14天 已经过了8天了 估计官方要出通报了 这还是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 就算无違反 在国内被刑拘释放 他也会被遣返回加拿大 可能永远都不能回到中国了 大家也知道了 在美国加拿大 也有很多受害者提起了诉讼 如果在加拿大罪名被证实 违反可能会受到化学阉割 对此我也看了好多网友的留言 网友纷纷的点赞同意 表示如果真的这样 违反就永远不能去伤害女孩了 这里插一句 不知道吴妈妈会不会在化学阉割前给吴家留个后 根据吴维凡妈妈有过接触的网友爆料 吴维凡的妈妈十分的着急 重金聘请了国际知名律师为儿子辩护 但是由于吴维凡目前的口碑实在是太差了 吴妈妈很难找到律师 大家也看了我之前的视频 吴维凡的运用律师这段时间也是被骂得狗血淋头 因为这位律师之前帮助吴维凡打赢了十多场民运权的官司 收入不菲 但是很多被起诉的人都是穷人 学生 动不动就要别人几十万 而他们没有钱来还 为了赔钱 这几年也是过得很累 如果这个时候有律师来接手 肯定会被网友口水盖棺 其实律师是很特殊的行业 他们只为自己的客户 只是想赢官司 其他的一律不管 吴维凡如果被遣回加拿大 除了化学阉割以外 还会一直佩戴电子脚环 恐怕到时候 吴维凡带着电子脚环生活 肯定会受到周围人的异样目光 感觉他可能抬不起头 不过这完全也是他自作之受 吴维凡妈妈这次为了儿子也是拉下脸 去联系了三十年了 不见面的吴爸 吴爸出山的话 事情就会要好转吗 估计不行 天王老子来了 也会灰溜溜的回去 之前东北族爆料 吴维凡每年的收入超二十亿 伪凡的身价已超过了一百三十亿 如此一个大富翁 不知道加拿大会不会救他 李伟曾经在微博上发文称 如果加拿大向中方开口 要求释放伪凡 那么中方很有可能 提出让加拿大释放孟晚舟 有网友表示赞同 也有人称他们两个根本不能比 目前杜美族已经回归到正常生活了 之前还看到有爆料说 吴妈妈一直在联系杜美族 想让杜美族帮下吴亦凡 当初你吴妈妈是想把杜美族弄进去 结果反把自己儿子关进去了 现在还要求别人帮忙 真是老脸够厚了